哈嘍 大家好 我是台中果物美學的執行長 我叫黃敬偉 現在要跟各位介紹的是全台唯一的玻璃溫室 我們這邊玻璃溫室都是種彩色小番茄 那我們這個玻璃溫室最大的特色 除了花兩億的設備之外 裡面的空氣跟外面的空氣完全阻隔 這裡面有七分地 讓所有裡面的空氣循環不會受到外面的空氣所汙染 也是全台唯一 包括我們這邊的栽培方式都是離地栽培 採取世界各國的品種 我們不吹田不施打農藥 包括這邊我們也有用雄風壽粉 讓這個環境製造一個非常良好的環境 冬天到的時候 天氣比較冷的時候 我們這邊就吹暖氣 夏天太熱超過三十度以上 三四十度很悶熱的時候 我們就這邊吹冷氣 讓植株保有很健康的狀態 旺盛地生長 我們這邊所有品種都是各國的品種 沒有一個是台灣的品種 包括我們有珍珠番茄 有小義大利番茄 有虎斑番茄 那虎斑番茄也有分日本的 以色列的 那也有荷蘭的番茄 就是裡面零零種種各種顏色加起來 應該有超過二十種的番茄這樣子 因為我們這個設備都已經非常的齊全 把這個所有的環境因素都控制好 所以我們在採收上面也非常的便利 包括我們也有自己的採收車 那這些採收車這些設備全部都是歐洲行之有年 我們在這邊的工作同仁 工作的時候是非常的輕鬆愉快這樣子 就是簡單的拆過去側壓 包括植株本身要有支架 因為我們種的全部都是串番茄 這一整系列全部都是串番茄這樣子 我們有很多客人來跟我們講說 為什麼你的番茄這麼多種顏色 是不是基因改造 我想要跟大家說明一下就是說 番茄在全世界有上萬種 然後全世界七十幾億人口都有在吃 而且已經有上千年的歷史了 所以我們採取的就是各國品種不錯的 像我們在這個場域裡面都有在做 新的品種的測試 就從國外帶回來新的品種測試 好的我們就上市 如果市場接受度不高我們就沒有 所以為什麼我們採設小班人在這邊的 品種會這麼多這麼豐富 就是這樣子 這個品種很豐富 它的番茄 因為它的顏色很多種 然後你就覺得吃起來那種 味道感覺比較新鮮 它不是非常非常甜的那種 因為很甜的那種 我其實吃起來會有點很噁心 可是它的吃起來就 沒有那麼甜 大概六度到八度 因為我問過老闆 大概六度到八度這樣 所以吃起來老闆是非常清爽 讓我還覺得涉著這種測器 然後在家裡如果有幾個帽子 我們把它放各種顏色 看起來就好 吃起來比較健康 去到八度去 我們在家裡 吃起來很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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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